戏指新昌理活动中心前方的阶梯因为间距太大了 老人家爬上爬下真的是会很辛苦 所以在3号这一天上午市议员廖正良 他就邀请了公所人员一起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刊 也在会刊之后确定将会尽快来进行改善 位在仁爱路的新昌理活动中心前方有阶梯 虽然只有三阶不过间距太大 上上下下并不方便 尤其前几天发放重阳进导礼金来的都是老人家 就怕他们一不小心踩空跌到 当天这位志工就守在这里来扶着老人家 新昌理在发这个进导联金的时候 我到现场来关心这长者 当然我奇怪看到 因为那个巡守队的队员怎么在这边 在扶这个连长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指我看说 这个阶梯设计的一阶很大 一阶很小 一阶很宽 一阶很窄 所以经常有市民从这边来活动中心办事件 在这边跌打 那因为那个楼梯 现在上来的时候 那个幅度比较大 比较高 然后有地方比较窄一点 所以老人家如果上来的时候比较危险 所以特别来会看这个点 当天也到了活动中心的市医元 廖正良也很快的邀请汐止区长徐开宇到现场了解 除了间距太大 最后一阶也太窄 一个没踏好就容易拐到脚 也曾经有老人家跌倒受伤 所以在看了之后 工作也允落改善 另外长长坡道只坐了一边 也很不方便 也将一并改善 右侧这边有个斜坡道 那假使从中校东路走过来的这个长者 有做轮离的 非常不方便 绕过一圈才从这边上来 当然这个也有经理长的反应 那我们今天一并 请我们的公所在另外左侧这边 另外设计一个斜坡道 那另外斜坡道的部分也比较滑一点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改善 包括这个楼梯 我们会把它做幅度把它做宽一点 让人家比较好踩 那距离也做短一点点 比较好上来 那斜坡道的部分 我们会做止滑条 那那个老人家如果上来的话 比较安全 将阶梯的间距改一下 还有另外一边也是做残障步道 让行动不便的民众 到活动中心运动休闲更方便 藉程慧玲 细子 采访报道